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4月5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微播 我是Cherry 中国近期告密事件频发 继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 因学生告密而被撤销教师资格后 又有河南郑州62中15岁男生 因拒绝告密 跳楼自杀 有人哀叹文化大革命丛林 哀叹心坑儒运动已经开始 国王的新衣人人耳熟能详 而川普今日在公开场合有意无意地说起 他2017年11月访华时的一段议事 指他当面称习近平为国王 而习近平似乎很喜欢 习近平对国王之称是否受落不得而知 但他主政后所制造的国王的新衣之多 的确让人瞠目结舌 从中国梦 四个字姓 到法治国家 反贪取得压倒性胜利 到对美国贸易战要以牙还牙 哪一个新衣不是华丽之志 近期在中国大学校园 蓝势汹汹的整肃运动 涉及诸多教师因学生告密 而被调查停职解聘 也是国王的新衣越来越多 越来越不堪入目的结果 有网友统计 自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 在2013年5月被革职后 6年来有至少33位大学敢言教师 被停职 开除甚至拘捕 告密是危害社会的毒瘤 中共为了不让越来越多的小孩 说出习国王华丽新衣骗人的真相 不只修订教科书 颁布越来越严苛的课堂政治禁令 更操纵告密病毒在校园爆发 这何以引证止渴 广东省长马兴瑞 5日出访韩国首尔市 并与该市市长朴元醇会面 期间马兴瑞却自白乌龙 错将一副 经济道知事李在明的肖像话 送给朴元醇 首尔市政府事后透露 中方人员拒绝跟随送礼的程序 不让韩方事前检查礼物 试图给予惊喜 结果发生今次事件 法新社称 朴元醇是2022年韩国大选的有力候选者 而李在明也表示要出征大选 据首尔市政府相关人士称 中方在认识到这一失误后 向韩方进行了赔礼道歉 并且立即取回了这幅画像 有网友吐槽 按道理来讲 送礼这活省长轻车熟路 要在中国 送错礼恐怕吃不了兜着走 美国诉华为案4日上午 在联邦纽约东区法院再次开庭 代表美国政府的检方报书惊人消息 美国当局为了掌握华为资料 动用了秘密监控设备 这类设备一般被用于跟踪调查 间谍活动嫌疑者 助理检察官Alex Solomon 在4日开庭时指出 美国政府通过涉外情报监控法 获得的证据需要保密处理 政府通知华为方面 他们打算将这些秘密获取的信息 用于检控 而这部分证据是通过电子监控设备 和人身搜查获得 据了解 涉外情报监控法批准下的秘密监控 需通过特别法庭开出搜查令 通常这类调查用于涉嫌外国间谍活动的对象 三位华为代表律师则表示 需要更多的时间研究诉讼材料 希望延期开庭 获得女法官Anne Donnelly准许 下次开庭时间为6月19日 此前根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当局收集华为活动的证据 方法之一 即包括在机场秘密复制 电子公司高管的电子设备数据 俄罗斯专家近日警告说 虽然公开数据显示 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正逐年减少 但北京当局正利用秘密资本 通过第三方间接渠道 大规模收购俄罗斯的关键工业 而莫斯科却对此毫无戒备 而《生意人报》最新刊登了题目为 标准的中国投资 对北京在俄罗斯投资的评估的文章 文章透露 北京对俄罗斯的投资 并非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 实际上 中国的资本对于特殊目的公司的了解 并不比俄罗斯人少 大量的中方资本通过在塞浦路斯等地 开设S离岸公司对俄罗斯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收购和投资 同时 中方的资本还会通过第三国 比如泰国 对俄罗斯的资产进行收购和投资 调查报告称 如果加上这些秘密渠道 中国对俄罗斯的实际投资额 就达到了350亿美元 这超过了表面数字的一倍还多 指出评论说 令人震惊的可能不是这个数字的大小 而是其做法本身 这种做法让人脑海里自动得出了 北京正在秘密收购俄罗斯的推论 表面上的官方统计数字看起来 北京对俄罗斯资产的兴趣越来越小 但其背后的动作却耐人寻味 人人都知道中国人从来都是谋定而后动的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5日表示 中美两国贸易谈判代表将不停地进行谈判 路透社报道 库德洛在彭博新闻电视表示 刘鹤在周五的谈判后将返回北京 但双方将通过视频继续谈判 以解决尚存的分歧 库德洛表示 双方在包括贸易协议的执行 及在防止盗窃知识产权 强制技术转让 以及网络空间存在等问题取得进展 下星期在中国副总理刘鹤 回中国之后还将通话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也报道说 双方在经贸协议文本等重要问题上 达成新的供职 并将再接再厉抓紧磋商 争锋夺秒直奔磋商主题 尽早完成经贸协议文本谈判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五日表示 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 对美中贸易谈判构成挑战 美方正在努力建立执行机制 蓬佩奥在接受CBS采访时表示 最近一名携带电脑病毒的中国女子 进入海湖庄园造成安全隐患 此时告诉美国人民 中国构成的威胁 以及他们在美国国内所做的努力 不仅针对政府官员 而且范围更广 蓬佩奥强调 中美贸易谈判正在讨论这一威胁 他说 盗窃知识产权对中国来说 是一项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大生意 并强调川普政府决心予以反击 蓬佩奥同日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还表示 美方目前致力于建立执行机制 确保在贸易协议签署后 中方会继续遵守协议 我们以前见过中国在签署协议后没有遵守 努清部长和莱特希泽大使的使命是 在协议达成后 在签署仪式后 美国公司可以指望这样一个事实 其他可以在中国做生意 而不会面临知识产权被盗窃的重大风险 总统川普5日表示 若美联储降息 股票市场就会像火箭船一样攀升 他认为美联储真的让美国经济成长放缓 并称 美国目前并不存在通货膨胀 川普近几个月一直痛批 联储主席鲍尔有关生息的决定 甚至指责联储疯了精神错乱 但白宫则不断重申 川普并没有计划炒掉鲍尔 以此同时 由于美中贸易进展推动投资人情绪好转 美国股市连续第二周上涨 股指连长天数创下18个月新高 联邦司法部引爆全美大学录取舞弊案 伪造SAT和ACT成绩 引发一片哗然 也进一步降低这两个标准化入学测试的可信度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 将SAT、ACT成绩列为入学可选 这一话题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在FBI公布的起诉党中 贿赂名校的父爸父妈 向主办SAT和ACT考试的机构谎暴残障 从而获得特别考试安排 贿赂监考给予考生延长答卷时间 或直接使用代考 令这两项考试的公正性受到强烈质疑 据美联社报道 全国大学招生咨询联合会执行主任 大卫·霍金斯指出 即使不考虑舞弊案 对于高校入学标准的讨论也长期存在 考试成绩或许与考生的家庭状况无关 但市面上一小时收费达1000元的补习 辅导员可依对于帮助考生准备考试 但并非所有家庭可以负担 大学理事会董事长大卫·科尔曼承认 商业补习机构使SAT考试变位 高校不能简单地看学生的考试分数 而是必须综合考生的背景 作为试点计划 美大学理事会已经开启环境背景评分表 试图通过关联学生所在的社区和学校 来综合评定得分 这一试点计划 以帮助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录取了约400名处于弱势背景的学生 其中大部分为少数族裔 根据一项统计 当仅100万申请者可选是否提交考试分数时 近四分之一选择不提交 非裔学生选择不提交成绩的比例 几乎是白人学生的两倍 法国皇帝拿破仑于1796年至1804年间 写给妻子约瑟芬的三封情书 目前以总价51万3000欧元拍出 据中央社报道 法国德鲁奥拍卖会表示 日前法国皇帝拿破仑于1796年至1804年间 写给妻子约瑟芬的三封情书 以总价51万3000欧元拍出 法新社报道称 其中一封是拿破仑在1796年远征意大利时写下 在那封信中他写道 我讨喜的朋友 你连捎来一封信都没有 一定是在全神贯注的忙些什么 而忘了你的丈夫 那位尽管在外奋力搏斗 仍只想念你的人 以上是今天的万文微播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收阱 政策 政策 警 正在